宋代宫廷茶面礼节极为奢华繁荣 但明代朱元璋开国后 主张与民生息的安民政策 明代的宫廷饮茶方式相对而言就简单多了 因此到了清代宫廷饮茶的方式就越加简化了 但同时饮茶的规矩却日渐严格 清宫的饮茶习俗是以饮奶茶与清饮并用 清初按其人的习俗宫廷用茶以饮奶茶为主 到后期逐渐改为以清饮为主 清宫清定左转入府则列规定 从皇上至皇子 女人每日供应调制奶茶 均有奶牛头树凤粒 每日供应的牛乳也必须按量 交上茶房与茶膳房 按级别配备视茶者 分配茶品均有具体的规定 茶在宫廷中也成为地位 职务尊崇的一种象征 清宫除日常饮用的玉茶之外 朝廷在每年新政时还举行茶宴 这种茶宴在康熙后期与乾隆年间 曾集圣一时 清代盛行宫廷的茶饮 自有皇室的气派与茶规 康熙五十年 时逢康熙皇帝六十寿臣大庆 为了招待进京祝寿的老臣 康熙皇帝在畅春园举行签索宴 出席者有六十岁以上退休老臣 官员 术士多达一千八百人 清宫宴首先要进行的一道程序 就是茶宴 茶宴过后 其他赏赐的物品才能够盛上来 在宴会之后 皇帝还要向一部分老臣 王公 显贵 赐玉茶 及他们所用过的茶具 不可一日无茶的乾隆帝 在位最后一年 召集所有在世的老臣 三千零五十六人 列此盛会 赴师三千余首 秦隆皇帝还与皇宫敬念的圆明圆内 建了一所皇家茶馆 同乐园茶馆 已是与民同乐的治国思想 到清朝 供茶产地进一步扩大 江南 江北 著名产茶地区都有供茶 有些供茶还是皇帝亲自指封的 洞庭碧螺春茶 独具特殊的天然香气 古时当地人俗称其为 下沙人香 亲圣祖玄业 于康熙三十八年 第三次南巡时到太湖 巡抚宋罗 从当地治茶高手朱正元处 够得精品下沙人香 向康熙进贡 康熙品过此茶 顿时龙岩大悦 当时即将其点为贡茶 并亲自将此茶改名为碧螺春 从此以后 碧螺春就因被清代皇帝遇刺茶名 而成为真品贡茶了 西湖龙井能称为蜻蜓共茶 也是曾受到帝王的御风 相传乾隆十八年 乾隆皇帝在杭州游览天竺 观看了民间采茶烹茶以后 又微服私访致龙井失风 品尝了不宫廟前茶树上 所产茶叶制成的龙井茶 果然香味尤佳 于是将廟前十八颗茶树 增为御茶 从此龙井茶名声更大 碎供更多 清朝的供茶在明朝供茶的基础上 有了扩大 以荤青茶与炒青茶为主 智工更加精细 外形千丝百态 同时创制了乌龙茶 红茶 黑茶 花茶等 广大茶区形成了多种茶类的供茶 乾隆在位的六十年间 清代正处于康乾盛世 夹知乾隆皇帝酷号饮茶 优善作诗 每年周月初二至初十 便选择即日在重华关举行茶宴 由乾隆亲自主持 茶宴中皇帝亲自命题定命 由出席者赴诗连句 作诗过程中 诗品优胜者 还可以得到御茶 及珍物的赏赐 清宫的这种品名与诗汇相结合的茶言活动 其规模虽然较小 但在乾隆年间持续了半个世纪之久 除了少数年份之外 几乎每逢新政都是要举行的 称为重华宫茶宴连句 传为清宫运势 茶的历史悠久深远 紫禁城内的茶室 只是茶文化丰富多面的一个侧面 而这种种极尽奢华尊贵的特殊茶室 也随着清王朝的灭亡 成为中国茶历史的一部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